好 news 他們打假和講了 就在昨天所謂反中網紅陳老師來了 又做了一集所謂反擊韓國人的影片 我當下我其實看了 我真的是覺得陳老師 我看你這次要準備滑鐵路 因為就在近期陳老師 在二月份的時候有做一個影片來講韓國人嘛 結果當時就被我抓到 哇陳老師PO了一篇 所謂寫我的新聞啊 我當時就說哇你是穿越時空 時間點裡面根本沒有做這所謂 舉報陸配的事情 而且韓國人此時此刻我也沒舉報過陸配 所以我當時我看到他怎麼突然拿出一則 我舉報陸配的新聞 我整個下巴都掉下去 我就想不會吧 打假那麼久 尤其很多那一些反中網紅也對於我質疑也罵我 通常他們可能是他們的立場的關係好 各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也不強求他能接受我的想法 但是各位我今天第一次遇到一個 評論我竟然拿一個假圖的人 所以在他第一次評論我 然後一直說我在蹭他 結果各位根本也不是啊 這位所謂陳老師來了 他自己在2022年10月份 我在北京直播自己跑過來 我的直播間挑戰我 我當時我根本不太認識這個人 結果到了現在變我在蹭他 我當時看到島內也有對他一些報道 我才比較認識這個人 其實各位你看這陳老師他用的伎倆 就是自己射箭畫吧 射箭畫吧 然後他今天要說什麼謊 他前面就會先營造 為什麼他今天說這謊是合理 是各位陳老師的粉絲們 建議你們不要跑 你們跑了就心虛了 直接來個大料 證明他就是一個騙子 不要走掉啊如果又在那說什麼 韓國人我沒辦法看你的長相看太久 沒關係啊你就不要看長相 就看我們提出來的證據啊 就在昨天他所謂反擊我的影片 我真的期待很久 因為當時他就自己先預告是說 在二月份當時講我的那則影片的週末 他就要做一則影片反擊我 雖然他當時自己就講說 我不會再對於韓國人有什麼評論 結果各位你相信嗎 當然不是嘛 其實這個人都自己一直挖洞 然後想給人家跳 然後自己也說 如果韓國人這次可能又反擊他啦 他覺得又有人爆料韓國人覺得有趣啊 我還是會繼續講 其實講難聽他就只想要趁流量 趁流量可以各位朋友 但是你不能造假啊 你最新的影片還用我來私底下要找你談 然後那個訊息裡面說我要告你 欸 哈囉我腦袋有那麼傻嗎 你在美國我要怎麼告你 我罵你張話是沒差啦 因為你也告不了我啊 各位為什麼我說陳老師 準備滑鐵爐啦 就在昨天啊 他回應我所謂當時質疑他 也不是質疑啊 這就是造假的新聞 那當時被我抓到他用一個假新聞 也就是他在評論我的第一則影片 他就突然拿出一個新聞的標題啊 上面就寫 台灣愛國網紅韓國人舉報大陸配偶入華 哇我當時我都覺得很傻爆眼 結果啊我那時候一看那個新聞的時間 是2022年5月17 我就覺得哇這什麼穿越時空啊 因為我們在評論陸配的這個時間點 尤其我跟表妹 各位你們要先知道是陳老師 自己先說我跟表妹要威脅這些陸配 然後他就丟出這個新聞 好像要證明我有做這件事情 但是各位當時我們在質疑他 而且我們也在笑他 我們都舉出來了嘛 你這則新聞 所謂的我舉報大陸配偶入華 是2022年5月17 但實質上當時主要我跟表妹 開始在講陸配議題的時候 尤其表妹那時候因為島內都有報導 是9月多的事情 但是各位在昨天他反擊我所謂我說他 這個造假的新聞 他是怎麼講的 他還在繼續說表妹在講陸配是8月份的事情 你看我完全不用心嘛 所以你看這種人就一直說 啊韓國人都只注意在小細節 欸哈囉 你小細節騙也就是騙欸 因為你就是標準吃定了你的觀眾 覺得你的觀眾聽你講這些鬼話他們都相信 反正只要嘲笑韓國人就好了嘛 你們不就是這副德性嗎 可是各位他今天完全無法解釋到底我 我幾時在2022年5月17 講過陸配些什麼 而且我還舉報 完全他在這一次所謂反擊我的影片 他都提不出來任何證據之下 結果他回應是什麼 我都有把他打下來 他回應我就是啊關於他的新聞啊 也就是當時我所謂說你拿那個什麼假新聞來說我 我早在早前不丟出來一個新聞嗎 說他檢舉陸配的那個新聞 他跟他粉絲啊繼續玩文字遊戲啊 就那些時間上面去做小文章 以上是他講的 就是他回應我的 他還在繼續鬼扯是說 我當時質疑他這個時間點完全不對 是我們在玩的文字遊戲啊 當他講完這個他就放出一個片段啊 也就是我當時在說 欸你怎麼那個時間點 5月17你是穿越了時空嗎 表妹是9月份才講的 結果陳老師就PO我這一段之一他的影片 然後自己上了一個補充說 陳老師這篇完全沒提台灣表妹 我真的翻爆白眼欸 你真的說謊都不會打草稿的啊 蛤我給大家看看你之前是怎麼講的 不像你啊 還跟台灣表妹聯合起來 要去威脅在台灣的愛台陸配 來你看你自己當時就在那講說 不像你啊 也就是我啊跟台灣表妹啊 聯合起來啊要去對愛台的陸配 說我們要威脅他們 是你當時先講我跟表妹 所以我當然是說 欸表妹在談論這個的時間點是9月份 而且各位 今天這個人不斷的去圓黃啊 他就說啊 韓國人啦 更早之前就做過類似的事情 叫我不要一直在那個時間點 在那迂迴在那扯那個時間點 他說啊早在5月份就有這件事情 你問我2022年的5月份 說所謂我舉報陸配的這則新聞 我們當時也查給大家看了 他的網站是網易嘛 然後結果我們去網易查 舉報陸配的這則新聞 我完全找不到 結果陳老師啊一錯再錯啊 到了昨天回應還在繼續的騙 但是各位我會讓你騙嗎 不會因為今天我們有個大局 我們的大局也就是 我們有去問網易的官方 尷尬啦 而且官方也對我們做出回應 我們就把陳老師這個所謂截圖 說我舉報陸配的貼給網易的官方 官方就有清楚的回應我 官方就說你反應的小編收到了 會在一至三個工作日進行回覆 然後結果各位 小編回覆了 他回覆了說你的該文章網址啊 是blahblahblah 如有問題歡迎你再次反饋 哇各位原來真的有這則新聞啊 寡微打開這所謂網易官方啊 回覆我的這個新聞啊 各位精彩的來了 他的標題啊 竟然是啊 這位韓國人請不要再繼續了 所以各位我們問了官方 根本從頭到尾 沒有所謂陳老鼠po的那個新聞內容 結果打開 確實是五月十七二零二二年 他的標題是這位韓國人請不要再繼續 而且各位key point來囉 這也不是什麼新聞 也不是官方的東西啊 當時官方就直接回覆說啊 我平台啊 僅是內容分發的平台 該文章為制媒體的號發布的 而且還說啊 如有侵權啊 問我們要不要有一些動作 所以各位你看陳老鼠還在繼續講這個新聞 那韓國人提出來這個之後 我心裡還在想 難道是我查的資料有誤嗎 我們大陸的朋友會知道 有些新聞時間長了之後 他的內文跟標題會導向的不正確 甚至時間上會有一些誤差 但是我去看了一下 沒有這個問題 時間是對的 根本那就是一個個人號 他發的 但是完全標題跟他的那所謂什麼 我舉報陸黑完全是不一樣的 陳老師的粉絲們要不要出來解釋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就已經說你真的太年輕了 而且你竟然對我們這些打假的人要造假 而且這也完完全全呼應了我們之前有一些粉絲 其實跟我說韓國人其實網易的這個啊 你只要改變他頁面的一些程式碼 你就可以把標題改掉了 不是完全呼應了嗎 陳老師我是直接問官方耶 來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們去截陳老師的這張圖 然後你們也都去問官方 看看官方會怎麼樣回覆你們 我前面說他滑鐵爐了 你看你連這種假的東西都敢拿來打我 我之前沒有拿出來 就在等你這所謂的要對我的反擊嘛 結果今天的反擊 你卻是又在拿一堆不相干的東西 然後又笑我哭 也不把前後告訴大家是為什麼 我就覺得真的騙子就是這樣 尤其他們這陣子啊 我看到好多反中網紅 不管對歷史哥啊 或者現在又對我啊 基本上也就是人身攻擊 想要把我的人設毀滅 他們不是在打假我講的內容 讓很多島內的朋友人不要信任我 但是各位這些人不就是最可惡的嗎 陳老師你自己躲在美國 然後整天想要帶著 島內的這些年輕人一起罵大陸 如果今天真的兩岸仇恨爆炸開戰了 那你要來幫忙 你這些島內的粉絲打仗嗎 尤其你看那些在海外的反中網紅 不斷的幫著老美在那煽風點火 其實台灣同胞 這些人真的在幫助你們嗎 沒有耶 仗是我們自己要承受 是我們家人要面對 是陳老師現在躲在美國的人要面對嗎 陳老師你今天可以透過所謂逃到美國 為什麼不趕快逃來到島內 然後去當兵一下 反正你們一直說韓國人 你怎麼不放棄所謂的國籍 你們都講得那麼容易 那陳老師你來不是更容易嗎 不要再寫一堆文章解釋一堆 好像說人家質疑你在海外挺台 你們都覺得這都很容易的 那你今天來到島內不是更簡單 不要再說什麼美國什麼效率怎麼樣了 美國爸爸效率會差 你在質疑爸爸嗎 不要再繼續騙下去 今天拿了一個假新聞韓國人留了一手 不要再一直拿著什麼假IG的私訊 然後又要去欺騙你的觀眾 各位這個完全講不清 反正他只要說我又封鎖他 我又解開他 反正只要一直講我有私訊他就好啦 反正他的觀眾相信他的鬼話就好 但是你今天拿了假新聞 這個已經是證據確鑿了 文老書的觀眾來幫忙解釋一下 這是什麼 完全跟他那個標題都不對的新聞 這又是拿來的新聞 而且也不是新聞 你到底是從哪拿來的 真的求神赦免你這個愛說謊的 放養的小孩